MING PAO TORON 選美比賽 最重要當然是看一群佳麗如何變漂亮 今天他們齊齊上化妝班 專業化妝師還會即場找佳麗做模特兒 分別嘗嘗底妝、眼妝、胭脂和唇妝 我以前的補妝 我會一整年再上一次的護膚 但其實原來不用 不是很用這些有液體的油 通常都是用粉,所以經常卡住粉 認識了這個之後,我覺得以後可以用這個 因為真的很方便 剛才他教我們用紙巾放上去 畫上會比較平衡 因為我平時畫完之後 可能會一邊高一邊低 每次反線的時候都會掉 原來就是我沒有做好打底 是要塗粉下去才去畫 平時是這樣平塗 可能會塗超過鼻尖位 今天老師教我們怎樣用這個手法 可以提升到你的臉部 可以看著你輕一點 我之前塗上過都是很隨便地塗 原來在中間可以加一些其他顏色 剛剛他說漸變 在裡面塗上深色的 整個氣色會更明亮一點 化完的美妝 剛剛個個都這麼有仙氣 那是時候擺一機會 擺個漂亮帽子拍照 希望你們在決賽當日 個個都靚進全場